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系统FSD在北美地区已经接近完善 并有望在即将到来的V12版本中摆脱Beta标签 开始向更大的消费者群体推广 特斯拉CEO马斯克表示 FSD V12将在约两周内上线试用 据悉 FSD已在中国市场做好准备 但特斯拉尚未正式宣布 特斯拉已开始为欧洲、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新车主 提供包含FSD测试版信息的用户手册 这暗示 特斯拉可能正准备在北美以外地区推出该系统 特斯拉在用户手册中强调 FSD Beta功能需要司机时刻关注道路 并且根据各国的基础设施、驾驶行为和交通模式的差异 FSD Beta需要随时间适应 因此对于新用户来说 专注和过度谨慎至关重要 上个月 特斯拉的FSD Beta计划累计行驶了5亿英里 马斯克表示该系统将不再处于测试阶段 并预计将很快推出 此外 特斯拉在今年早些时候 在澳大利亚和欧洲进行了FSD Beta的小范围试点 而且 特斯拉中国一直在加大招聘力度 这些都暗示 特斯拉正在为FSD系统在海外市场上做准备 然而 尽管特斯拉在北美以外的地区进行了多年的测试 但FSD Beta仍需要在许多国家获得监管批准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产品分为三个类别 包括基础版的AP 增强版的EAP和最高级别的FSD 目前 FSD Beta仅在北美地区提供 由于政策和监管的不同 FSD尚未进入中国市场 但如果FSD Beta在中国正式发布 将大幅提升特斯拉的营收 此外 上海市将进一步深化与特斯拉的合作 推动自动驾驶 机器人等功能板块在上海布局